小事和杨子是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 虽出生于同一个娘胎 但是这两个女孩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姐姐杨子总是像狗一样全身凌乱 头发蓬松地趴在地上 妈妈回家后 只因为一句你回来了和您回来了就打骂杨子 总让杨子吃一些剩菜剩饭 可妈妈却特别宠爱妹妹小事 还时常给妹妹买些好看的衣服 感情十分亲密 可怜的杨子却只能穿着那唯一的一套校服 明明是两张一模一样的脸蛋 妈妈却是如此的爱恨分明 在学校里 姐姐杨子同样遭到了同学们的欺负 可妹妹小事却总是视而不见 一次放学后 妹妹小事叫上姐姐杨子 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去吃汉堡 但是妹妹小事 非但没有买一份给自己的姐姐 甚至当着同学的面 将自己吐出来的汉堡给姐姐吃 面对命运的不公 无难的杨子 只能强颜欢笑地承受着 小事更是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说 只要是他给的 杨子什么都吃 一天清晨 四处游走的杨子 无意间看到一则寻狗启事 恰好那天 他在一个小公园里 碰到了那条丢失的小狗 善良的杨子 按照地址 将小狗归还了主人 美金子奶奶 美金子奶奶是一个独居老人 为了感谢杨子 奶奶邀请杨子进屋吃饭 看着杨子狼吞虎咽的样子 奶奶忍不住把自己的那份食物也给了他 随后更是特意将杨子打扮了一番 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 杨子腼腆地害羞起来 奶奶觉得和杨子很投缘 于是把家里的钥匙送给了杨子 并随时欢迎她的到来 临走时 奶奶还送给了杨子一本书 杨子温暖地把钥匙夹在书中 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然而回家后 妈妈发现了那本书 并认为是杨子偷来的 妹妹小事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 说是杨子一时冲动偷来的 请求妈妈原谅杨子 而这更加确认了书是偷来的 迎接杨子的是妈妈的一顿毒打 妈妈没收了杨子的书 并放到了自己的房间 还威胁杨子说 如果赶进妈妈的房间 就会杀了他 第二天 杨子还是偷偷潜入妈妈的房间 因为那把钥匙就夹在书里 正当杨子把钥匙拿出来的时候 妹妹小事突然进来了 杨子躲到了床底下 庆幸自己没有被发现 这时 他看到小事不小心将水 撒在了妈妈最喜爱的笔记本电脑上 满腹心机的小事 决定把书拿走 这样就能把责任嫁获给杨子 此时 惊魂未定的杨子 脑海浮现的是 妈妈一定会杀了我的 于是杨子戴上钥匙 直奔美金子奶奶的家 希望求得帮助 可没想到的是 奶奶却因病去世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浇灭了杨子仅存的一点希望 她伤心地跑到天台上痛哭起来 面对妈妈多次的肆意发泄 和小事的桀骜脚侠 杨子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于是她主动找到妹妹小事 第一次向妹妹撒谎说 妈妈已经知道是小事弄坏了电脑 看着小事害怕的样子 机智的杨子假意要替小事顶罪 于是两人在附近的公共洗手间 互换衣服 随后装成杨子的小事先行回家 而装成小事的杨子则在楼下等着 不一会儿 小事便被妈妈从楼上推了下去 回家后 妈妈让假扮小事的杨子 代写杨子的遗书 妈妈说 谢谢小事写的遗书 杨子是自己跳下去的 妈妈想要拦住她 却没拦住 心灰意浪的杨子决定离开这个家 离开这个伤心底 她把奶奶给的钥匙挂在胸前 时刻提醒自己要勇往直前 她带上狗狗 奔向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